好那這場是菲歐拉跟艾希 那我們一樣是把這些比較高魔號的全部替換掉 那雅速留著 這裡有抽到一張凱能 那這裡的話我們可以先把這張凱能給丟出去 先去打他的印記 我是沒看過菲歐拉跟艾希的組合了 這邊我怕 這邊我們先丟一張凱能 先把印記打在這隻鳥身上 好那我們 先進攻 這邊不知道他會出什麼 應該是沒有什麼可以 他有增益嗎 他有帶增益 這我不知道 他沒有帶增益 他出一張獵鷹 那等等如果他勾我們的凱能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來把這個凱能給收回 這邊我們先略過 我們讓他進攻 他是抓這張 那我們就把這張給收回 那等等如果他的凱能 等等召喚完凱能之後 我們再把印記打在這張獵鷹身上 這邊就可以完成一波換血 那等等我們的凱能可以丟出去 那不知道他會不會抵擋 如果他有增益效果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就用暈眩把它給暈下來就好 這裡看來他是沒有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要想辦法說就是 把這個主塔的血量給拉回來 這裡我們先結束 結束回合 他應該會抓凱能喔 看有沒有機會 他給他上盾 上盾的話 這裡我想一下 這裡我想一下 這裡的話我們是沒有召回的 然後我們等等還要暈眩 暈眩這個 菲歐拉 所以我們就不進攻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先把它暈下來 然後再利用 沒關係先這樣子 這張是什麼 我支援喔這麼的 這張有點討厭 這邊會直接虧一波血量喔 會被他換走 沒關係就讓他換貓 這邊真的沒辦法 我們先出個修行者 然後呢我們的亞樹 我們的亞樹先丟出去好了 我們等等要把這個菲歐拉給抓過來 用這個挑戰者把他給抓過來 這個 其實我覺得最麻煩還是 還是這張狼 那個艾西真的有點誇張 那如果他有什麼冰凍啊什麼什麼的牌 那我們就用這個雙重戒律喔 去跟他換一波血量 我們還是出這張雙重戒律 啊我們這邊 我們的凱能沒有堆出去喔 這邊的凱能 我一直失誤欸 啊對不起 對不起各位 這邊我一直失誤 然後呢我們再用這個 他也太多張那個了吧 他也太多張牌了吧 有點扯 那等等我們的歸徒呢 呃 就是把這個凱能給收回 把凱能給收回 然後 然後讓亞樹去輸出這樣子 這邊他是把我們的 亞樹給冰凍起來了 所以 所以我們的亞樹也沒有辦法做太多事 這樣我們把亞樹給拉回去 其實我們的亞樹還可以撐一回合欸 這邊我沒想到 算了我都按下去了 算了我都按下去了 他的菲若拉幾點幾點喔 需要3點魔號 喔戰鬥 好戰鬥 呃喉 哈哈哈哈 這邊我們先抽牌 然後等等呢我們就把亞樹給放送去 其實剛剛我應該是讓他扛一下傷害啦 其實剛剛我應該是讓他扛一下傷害啦 這邊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失誤 沒關係算了 我們亞樹升級了 亞樹升級 那可以做的事就很多了 我們先把這個 牌啊給放上去 然後呢去抓這個菲若拉啦 把這個菲若拉給拉過來 好 然後先進攻 這邊要看他怎麼 看他有沒有 辦法去出這法術牌啦 然後如果他出了一張 然後我們再出這個 要不要出這張 再選擇要不要出這張 再選擇要不要出這張 他什麼 打擊所有 這個很尷尬耶 這真的有點尷尬 我把亞樹拉回來就好 這邊我沒辦法出抵制喔 這邊只能讓他 讓他這樣子打 真是不是辦法 看他抓哪一張 他抓這張 沒關係我們先把他給收回 然後再把 再把這張修行者給拉回去 好 然後再把亞樹給丟出去 這邊我們絕對不能讓亞樹死啦 只是這邊 有點慘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 我們這邊換鞋子失敗 換鞋子失誤 好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可能 這邊有先 我們先把這個 先打一張印記在菲歐拉身上 然後再出一個普羅 這個普羅血竅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我們直接打他一波傷害 這邊他一定要抵擋 如果他不抵擋的話 其實是很虧的 哇 他這個真的是 急凍 哇他急凍還差一張 他急凍還差一張 哇 哇 這裡 這裡是很虧耶 這邊超虧的 我們亞樹已經損了兩張了 一張一張一張亞樹 沒了亞樹一張 但是相對的啦 他的 他的牌也不多了 剩一張 我在想他應該 哇 這個 我的 我的 這艾希 這艾希 升級了 這真的是很討厭 我都已經沒牌了 還這樣子對我 我都已經沒 我都已經很努力在存活了 還這樣子對我 我們先把他的菲歐拉給打下來 太扯了 他的菲歐拉太誇張了 然後再把 再丟一張地標 好 這個我們結束回合 哇怎麼又是地標 那什麼東西 洞傷 一個3點以下 的敵軍 他是慢速 他慢速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進攻 他就動上一個嗎 我不管 我不管 其實他做一張牌 我們用這個抵消 我們用這個抵消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給召回好了 好 好 因為我這邊想要印記 然後把這個 把這艾希 把這艾希給打下來 這邊把他抵消掉 反正他也沒牌了 這個 我們要先把他的招惹 我們的抵制 抵制一定要用到最 撐到最後的那種 沒辦法 沒有東西可以出的時候 我們再出 懂的意思嗎 真的 沒有東西出的時候 再出抵制 因為我們的抵制只有一張啊 他這裡 他這裡是 哇!他這裡 好!我們把他的愛心打下來 好! 好啦那 應該 應該是整個是這樣子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反正他也沒拍出了 這邊我們的 我們的幼龍 不用掉了是不是 太開心了 我們終於贏了 他這是什麼 英雄牌一張 喔!菲歐拉!是菲歐拉! 那那沒事啊 沒事 我還以為如果說 如果他抽到那個誰 艾希的話那真的 真的是 我也無法 沒辦法說什麼了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呢 可以把這個菲歐拉給打下來 只是這邊有點浪費時間啦 我覺得他可以投降 走位上側 所以我是覺得 菲歐拉跟艾希啦 呃 比較難打的應該是 那個艾希啦不是菲歐拉 我覺得菲歐拉其實很好對付啦 如果他抓你的話 你就把他給 呃 打 就是如果 菲歐拉抓你 然後你就 用這個 暈眩把他暈下來 或者是 逃走 都可以 那如果是 艾希的話 艾希他的技能呢 他的那個 冰箭 好 重點是這個 極速忍動 這極速忍動真的是有點誇張 對 你看他的極速忍動 因為他是法術牌 他法術牌是 他法術牌是極速 所以是特別難打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 謝謝大家觀看 掰掰